哈喽大家中午好 我是王瑞瑶 你是 寶师傅 寶师傅 大家中午吃饭了吗 今天一大早我跑去东门跟南门市场 去帮我妈妈买东西 然后呢寶师傅就说 今天中午要给我吃个好的 这是什么呢 脚虾 这个是新核发的新地 寄来的几何脚虾 哥哥你拿一只脚虾给大家看好不好 脚虾是这个季节才有的 奇怪我怎么觉得这个脚虾 长得好像南极的甘比斯虾 你看他的眼睛好大 对啊大家都吃饱了 好大 哥哥你用手拿给大家看 因为让寶师傅用比较集给大家看 小小的小小的 好可爱哦 而且现在是宜兰脚虾大出的季节 然后呢我们今天寶师傅说 他要用中华炒锅 来做不正规的意大利面 哥哥你是这样讲吗 中式爆炒意大利面 中式爆炒意大利面 教大家一锅到底 然后用当季的脚虾 没有一锅到底的 脚虾先煎一下 好我们先煎 一锅到底的意思是 只用一个锅啦 就是用中式炒锅啦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家里想要做菜 想要做这些西餐 好像道具都很多 其实不用很多 只要一个好用的锅子就好了 我们要先煮面 好我们今天用的一个是 新德发新地给我们寄来的脚虾 另外一个呢就是和洛的Bruce 大家记不记得Bruce跟Alice 特别特别 从意大利给我寄来的这个Dolce & Cabana 八分钟 对 Dolce & Cabana的意大利面 我们定七分钟吧 然后我今天还跑去南门市场去买了结瓜 因为我妈妈前几天居然在家里昏倒了 昏倒的最主要的原因好像是营养不良 因为呢它都很节俭 嗯 鸡肉炖汤之后又加水又炖 然后呢 牙口不好 什么都不爱吃都吃素 所以我今天呢 跑去南门市场去给他买了土鸡 买了土鸡之后交给外佣 好了 加点盐巴 水里面要加盐巴 水里面不用加油 只要加盐 百分之一的盐 不过哥哥忙加太多了 不会啦 三小匙总会多 好 百分之一的盐巴 然后 我加点橄榄油 不要不要 虽然日本师傅不要不要 不行啊日本师傅 这个橄榄油好贵 我不要 我不要啊 这个人很奇怪 你等一下橄榄油落下 它就不会黏在一起 不要不要 日本师傅就 快点做哥哥 我有中式的做法 哥哥快点 我有中式的做法 那你不要用那么好的油嘛 用普通油不行吗 那瓶油我好不容易从意大利搬回来 这个人很烦耶 他每次开直播就这样神里神经 我就很生气 你生气什么 来就是啊 真是 正正经经不做 然后要在那边胡闹 我们虽然日本师傅 你就已经看到日本师傅教你了 你还这么坏 好 老师傅拿的这个是 意大利面百年的 这是和洛进口的 你不要煮太多了 我肚子饿了 什么叫我不要煮太多 这是意大利的意大利面 对呀 他都说不用煮太多了 然后抢我的面吃 这个弄起来很多 哎呀 你少说说了 叫他煮个意大利面 很多 那你吃起来煮了 快点 老师傅在锅里面加了盐 加了油 对呀 你看他说师母气泡泡 你知道那个油 我从意大利扛过来 你知道那个油有多贵 那个油是奥利塔 没有在台湾贩售的 有特殊品种的橄榄油 他都不知道人家珍贵在哪里 你 定时 几分钟 七分钟 中华 他们说我们两个炒架好好笑 他每次都不受控制 就像那天要炒一个杂菜谜 他弄得 才不受控制 他弄到人家说 等一下等一下 那个什么 那个那叫什么警报器 又要响起来了 好 老师傅先教大家用中华炒锅 我们想一想 决定 所以还是要先把脚瓜煎起来 你用那个 你要吃了 就 他好奇怪 要开始吃了 他又不给人家用 要煎那个油温不要这么高 那有什么关系 这个要煎才会香啊 你等一下这个水要倒掉 这个油你等一下要用啊 对不对 好了 你看最后的烟机 免得倒之后 我们加油 哺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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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 你看 是因为这一支是我从西班牙糖回来的 我从意大利糖回来的 我从意大利糖回来 这是奥利塔在台湾没有的油 好 因为这个肉很小 不要切开 切开的话 因为这个小虾没有很大 而且呢 我们想要用小虾来做意大利面 然后有一些脂液 老师傅早上叫我去买了 三鲜 鲜瓜 然后我忘了买蛤蜊了 我忘了买蛤蜊了 我忘了买蛤蜊了 哦 我觉得这一瓶橄榄油是有渣的 难怪才会爆得那么厉害 有没有 他是有水 对的 他是有水的 难怪保住物该不想用这个 对我自己 因为今天煎才会香 可是也不能煎太熟 我看亲戚最近在金河花的网站上 有在介绍小虾 都是教大家烤一烤就可以吃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小虾 是在宜蘭的壮围一家很小的海鲜餐馅 小虾好像有 有什么 有盔甲 有盔甲在身上 可很硬 可很硬 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吃 他虽然可很硬 可是小虾的肉很嫩 我还记得 你看 而且这个季节的小虾有爆软 有爆软 有爆软 你看看 绿色的软 绿色的软 蓝色的 就已经变橘色了 我看到新帝在分享 这个小虾的心得的时候 居然有人说 小虾有蓝色的软 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大家不知道虾软是蓝色的吗 大家不知道吗 有人写了100个二字给我们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有没有 对 小虾你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不是坏掉 外面有人并不知道 蝦软是蓝色的 好像外太空人来了一样 我跟宝师傅 那个什么电影是蓝色的那个人 呃 呃 那美人 我听宝师傅 本来只想要炒一盒 一盒只有两盒 六盒 就是说我要吃 一人一盒 我要爽爽的吃 爽爽的吃 爽爽的吃小虾 太早了 你看 就是要一斤两用 像你那样傻傻的 他都说我傻傻的 我才不傻 我今天早上去给他卖 你看 你看 你看我发现这个小虾的样子 这个长得好像那个 长得好像那个 真海的那个 三骨丝 对不对 鱼干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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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好像鱼干鸡 然后你看 大家看到那个蓝蓝的软 已经变成红色了 变成红色 老师傅问我 意大利面要吃 简单还是蓝的 我说我要吃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 来教大家做 中华料理 爆炒式 爆炒式的 脚虾结花 意大利面 原来这汁是有渣的 哎呦 那我们要问一下Alan 因为有渣的橄榄油 水分好像比较薄 对 在台湾是没有卖这汁 我很确定 好 好幸福的啊 刚刚早上的时候 这个已经 刚刚已经把这些材料都配好了 虾微都跑出去了 对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虾 天哪 脚虾看起来好好吃哦 我都看到哦 我的天啊 洋葱蒜末 好 洋葱蒜片下去 老师傅要用中华料理的好吃做哦 顾师傅也来了 顾师傅也来了 顾师傅等我们12月了 顾师傅等我们12月了 顾师傅忙了再去找你玩 洋葱蒜片 洋葱蒜片 爆炒 对啊 其实虾子一煎过之后 它那个味道就不得了 然后呢 我有要求保师傅要用 比较多的生菜 所以他用的是 洋葱蒜片 三胡五蜊 三구요 三胡蜊 三胡蜽 三胡蜜 居然把火都燒起來了 好,這個是蘑菇 蘑菇 我哥哥就是開直播的時候的耐風 好,蘑菇下去 蘑菇下去了之後 剩49秒了,哥哥 好,你已經嘗一下 7分鐘了 你那邊火要不要關小一點 那邊火開到最大 歪歪,保持住歪歪麵條 歪歪 我沒有要吃很硬的麵 因為我喜歡麵條這樣吃 要不要吃了 教大家怎麼樣吃兩家 其實呢,其他的家也可吃 你要笑死我了 做事情很隨便 有一點麵水 用麵水 用麵水來煮麵 再稍微煮一下就好了 好 師傅,我看這裡 麵水 好,雞瓜 好,雞瓜下去 老師傅,其實蔬菜還滿喜歡用番茄 我覺得用番茄煮湯麵效果也不錯 我覺得很好吃 番茄可以吃雞胃 對啊,番茄可以吃雞胃 好,老師傅把這個 我已經關掉 然後去麵麵 大家去麵麵了 然後還有這個季節的櫛瓜 怎麼炒怎麼好吃 我今天早上去阿萬 南南市場的阿萬那邊買菜 然後去了那一家叫正心 正心雞鴨行 我們今天用的材料是 新核發的小蝦 在這邊 趕快給新蒂做一下廣告 好,新蒂呢 前一陣子呢,因為白菜魚盛產 他還叫鯊魚的阿姨 把白菜魚做成皮帶狀 就是只取肉 真的好用心 然後還有河洛 河洛斯他們家的 意大利版的意大麵麵 這個是跟河洛斯 然後呢,還用了 Alan的花莉塔的 柳莎的小奶 還有白酒 白酒,欸你今天有白酒喔 很鮮,我本來還加可麗,你沒有買 你看他又在抱怨我 好,先把番茄下來 我們現在掉很多麵麵 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就是兩人份喔 我跟寶師傅的兩人份 小蝦,椰瓜 意大利麵 顏色有沒有很美 而且其實大家不要認為 意大利是 西餐 其實用一個中華炒鍋 小蝦的麵 小蝦的麵也都準備好了 其實我做得好餓喔 因為我今天早上跑出去 跑了兩個市場 我其實順便還去看個公司啦 明天超級美食家 節目現場會拍直播 是因為我們邀請了 從南投來的 做砧板的一個男生 可是呢 來,這是小蝦 後來這個男生要來 我跑了兩個市場去看砧板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 應該會有很多砧板的問題 所以 小蝦下去以後 熱鍋一下 嗆一點 我不要讓它著火 因為這很危險 你不能著火 你看 看老師動不動 就想要著火 好,老師嗆了一點白酒進去 那一支白酒 記得是Alan湯比較好吃 好香喔 白酒上去好香喔 天啊 老師傅沒有加鹽巴喔 副師傅啊 副師傅 我們之後會有糖尿 因為這裡面有鹽水 好 麵也有一點鹽 腳蝦也有一點鹽 不是,等一下會加鹽 我只是 現在還沒有試了好 對 我們等一下會示範腳蝦怎麼吃 對 我們明天中午 請來的那個是從南投來的喔 那個小男生很要 他私訊我 然後呢 我要他先寫報告給我看 叫他先研究 砧板 砧板 砧板完了之後叫他再 這個汁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好 因為這麵下去一收就好 好 這樣鹽 好 不能太甜 骨哥 骨哥夠了 我也不要吃那麼甜啦 這人好奇怪喔 他都不按照我的需求 不喜歡漢血 因為等一下早晚我還可以再加個甜甜小辣椒 欸 對 那個什麼 徐章扇粉 八連的徐章扇粉 寄了一罐辣椒給我 很好玩喔 好 來 麵下去了 其實喔 麵要收汁這件事情 我就是 去到京都 京都 和義大利 北京北京 我看到洛和物師傅也是收汁 所以大家也是要做一個收汁的動作 為了好吃 這汁不多才會好吃 你看一堆汁怎麼會好吃 對啊 這要收啊 我等一下會讓保師傅 把絞蝦一隻一隻抬在上面 做一種放射狀 讓大家流口水 好 最後你要加胡椒粉嗎 有有有 保師傅有準備 最後要小一點 嗯 因為我們想要吃多一點的蔬菜 而且這邊就是一摩到底 所以你去吸這個 那腳蝦熟了嗎 那腳蝦熟了嗎 應該可以的 腳蝦熟熟了嗎 明明的不知道 會不會想要吸腳蝦 好 好 好 保師傅再來 再看保師傅的樣子 好 可以了 欸 你沒有半蹲給大家看 翻鍋怎麼翻 看喔 省力的翻鍋吧 可哥來 鍋子沒有起來喔 有沒有 保師傅的腳是這樣子喔 好 好 可哥那你要幫我把腳蝦抬一圈 你要頭朝中間 看我們總共用了12隻腳蝦喔 這個季節的腳蝦剛剛好上市 但是 我有看到那個 我有看到心地 我有看到心地 為了把這個腳蝦裝進盒子裡面 跟他那個鯊魚的阿姨們 有做一些討論 對不對 嗯 有人講說蝦不用放射狀 看起來就很好吃 我不知道 等一下會拆解一下 不一定要12隻啦 對啊 哥哥撈出腳蝦有好香的味道炒出來喔 對 腳蝦拿出來的時候好漂亮喔 好啦 我們要吃飯了 哥哥 再撒一點胡椒 老師傅要再撒一點胡椒 他就好愛玩 頑皮 好我們要走出去 完成 完成我哥哥的腳蝦結瓜一大一麵 好了 出來吧 哥哥 謝謝 我們要放著 然後等一下要教哥哥怎麼吃腳蝦 我哥哥手好看 你先走開走開 我給哥哥買了禮物 我哥哥最新的禮物就是愛佩 有沒有看到 他最近好高興 又買了四雙球鞋雙十了 好 給大家上課 上的課就是腳蝦怎麼吃 你吃給他們看 我會吃 好 很多人其實看到這個腳蝦 就會覺得說 這個腳蝦的 好我看一下 給大家看 這腳蝦其實有一個堅硬的外殼 這個腳蝦感覺好像有盔甲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太會吃腳蝦 然後很多人是直接拿起來啃 拿起來啃這些都是不對的 全部都是不對的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在宜蘭吃腳蝦的時候 也是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哥哥先給我一隻腳蝦 自己拿 好看 腳蝦長這樣 腳蝦長這樣 哇他的腳蝦好新鮮喔 有沒有腳蝦長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腳蝦的樣子 好 先撈麵跟菜 不要哥哥我要先給我一隻腳蝦 單煮單煮 你要先啃一隻給他們吃 對我先 我先 好那我哥哥先吃 你先給我一隻腳蝦 好 然後我教大家怎麼吃腳蝦 這個也是我跟宜蘭的那個海鮮餐廳的老闆學的 好師傅根本不管我 他已經迫不及待要吃了 很兇耶 很兇耶 很熱 腳蝦 我給大家看一下腳蝦的側面 腳蝦有沒有 腳蝦看起來就是這樣 有沒有盔甲 看起來很兇對不對 而且戳到會很痛 而且他的殼看起來很硬 我剛才差點被戳到 對啊 他殼看起來很硬對不對 可是大家在吃腳蝦不要害怕 腳蝦呢 因為現在很燙 他其實很簡單 就從中間這樣捏下去了 可是因為太燙了 我現在捏不動 吃Sashimi才這樣吃 不是啦 熟的也這樣吃嗎 對啊 兄弟也是這樣吃的 你每次都亂嚼 我哥哥都不知道了 好我看 我剛才其實用力就把這邊都 有沒有 就從中間中段這邊就捏下去了 捏下去之後 就可以把他的肉拆出來了 不要用叉子 有沒有 就是你把這邊壓下去 壓開了之後 就可以把肉從中間抽出來 因為太燙了 對不起 聽眾朋友 害我不能夠好好的示範 太燙了 先吃一口麵 好師傅已經迫不及待要吃麵了 有沒有 我這其實是失敗的 因為我剛才太用力了 從中間捏開 咳碎了之後 肉就可以抽出來 喔 腳蝦好甜喔 你看 這樣味道剛剛好 你看 天啊 心弟 心弟這個腳蝦好甜喔 而且這個腳蝦肉 這個腳蝦肉是緊的 腳蝦肉不是軟的 嗯 嗯 嗯 哥哥你吃慢一點喔 剛剛有人說他的麵只要吃很少 結果大家看 他的麵現在裝多少 請看 嗯 剛剛某人說他麵只要吃一點點 你看這裡一鍋有多少 我不管 我吃我的量啊 剛剛某人說麵只要吃一點點 好啦我們要結束直播了 嗯 因為我現在手也弄髒了 我要準備吃飯了 嗯 教大家做 當季現在的腳蝦櫛瓜意大利麵 腳蝦跟櫛瓜都是這個季節 現在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能夠 嗯 不再舔手指 吃在地 吃當力 我是王瑞瑤 你是誰 好師傅 我們要結束直播囉 拜拜 哈哈哈 好低級 拜拜 哈哈哈